要輸入數目的方程式我們可以先選擇插入 右邊你會見到一個叫方程式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在中間的地方 把公式打進去 譬如Y3x加4 也可以在左邊選擇我們的equation 我點選一個equation 再選一個設計 右邊有一個計算和圖形 圖形我們可以畫一個2D的圖形 於是它幫你畫了Y3x加4的圖 這條線就是 也可以做一個追蹤 做一些設定 最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圖插入 在我們的word裏面 於是這個圖形 就很快出現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equation做些小的修改 變成兩個分數的加減 可以選擇上面的工具分數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這個圖形 我們可以選擇 這個圖形 這個計算 求解Y 於是這個答案出現了 2分1加3分2是6分7 這次我們再修改公式 變成 x2加y2等m2 一個圓形的equation 再按上去的設計 這個動畫 這次我們可以選擇 這次我們選擇 用2D的圖, 结果是一个圆形 也可以改变M的数字 最后可以按插入 我们会得到, X²加Y²等于M²的圖